我们这一回来到了福建福清的超级富人区 这里的每一座别墅都拥有独立的造型设计 全部是私人定制的 据说这里光是一块地平就价值一千万元 最便宜的一套别墅也卖到了两千万元左右 尽管如此,这个地方的别墅都没有对外出售 就算是有钱也买不进来 从无人机的角度可以看到 这里的大别墅齐齐整整的绵延了数十里 福清一座小小的县级室 为什么会如此富有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福清的故事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新冠疫情席卷了全球 尽管在那个艰难的时期 福清的GDP依然逆势增长了6.7% 达到了1200多亿元 仅次于福州中心最富有的古楼区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 福清还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 人均用水量只有福建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只能种植比较耐旱的农作物 当时福清种植最多的就是地瓜 所以也被人们戏称为地瓜线 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靠海 这并不是单单意味着他们可以因此捕获到更多的海鲜 而是当地的人们会更多的接受到来自海外世界的信息 从古至今 福建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 这带动了福建沿海一带的居民跟着山船跑出了国门 他们最开始的落脚点在东南亚的菲律宾群岛附近 因为那里离福建最近 后来慢慢扩散到了全世界 走得远了 眼界也就变得更广阔 所以福清当地的别墅在设计上都显得非常的洋气 这都是他们从国外的建筑中学会来的 福清市的常住人口有100多万 但是据不完全统计 当地出国的人员就达到了80多万 分别分布在世界上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最多的是跑到了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 在二战以后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 80年代的日本因为钱实在是太多了 引发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的巨幅上涨 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都参与到了那场疯狂的游戏当中 一夜暴富的神话在日本频繁上野 很多日本人甚至都不愿意工作了 在家买房炒股比上班更赚钱 他们那时候的泡沫高到什么程度呢 巅峰时期的日本仅东京一个城市的房价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这也导致了很多没有房子的日本人根本就买不起房子 到了90年代国际资本开始获利撤退 日本进入了萧条时期 而即便是遇到了金融危机 日本的平均月工资也达到了28万日元 折合当时的人民币在8400元左右 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是多少呢 90年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元 相差了十几倍到二十多倍 一些党子大的福星人听外面的亲戚回来这么一说 面对高额的工资 有谁还愿意天天在家中递瓜呢 大部分都跟着亲戚或者是老乡 冒着生命危险跑到了外面的世界去闯淡 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的辛酸和往事不堪回首 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被葬送在太平洋深处 90年代取外面的费用基本在2万美元左右 一般的家庭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都是去借的 并且家中有几个孩子的 还要挑选身体数字最好 最能吃苦的人先出去挣钱 在当时的福星 如果说做生意找人借钱 那是很难借到的 如果说是要出国打工 那就有人愿意借 当时要付出比银行更高的利息 反正出去只要肯干 很快就能还完所有的债务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打工 后来到了2000年 出国的费用就涨到了6到7万美元 而当时我们的平均月工资 已经涨到了1000元左右 当时依然有10倍的差距 面对发达国家的高额薪水 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打工 只要省吃俭用 奋斗个10年左右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在那个年代 就是福建省会的房子 也只要10万元一套 而且还是市中心的位置 百万元在当时对很多人来说 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在日本一直以来有一种文化 因为他们资源稀缺 生存压力很大 单身的老人很多 有一些老人在家去世很久才会被人发现 党地人不愿意让尸体乘坐电梯 这样住宅楼里如果有人去世了 就需要从楼梯间里背下来 在日本党地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活的 都是由外来人员去做 而这个行业的报酬高得惊人 每次收费达到了8万日元 折合当时的人民币是4000多元 遇到有钱人还会给的更多一些 一个月可以接15档左右 这样月收入就可以达到6万元 他们在走楼梯的时候 每到一层还会停下来歇一歇 楼里的居民为了让他们快点走 还会递上额外的红包 加上红包的收入 年收入可以轻松达到百万元 福建在海外的人口有1500多万 他们最爱吃的还是家乡菜 所以在外面开个中餐馆也是非常赚钱的 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出国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 有很多华侨也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 这一年中我们走过了福建很多村庄 看过沿海的繁华 也看过商区的荒凉 感受颇深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 很多商区人都被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世界里 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更不知道后来房价会暴涨 而到过发达国家的人 他们看到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挣到了钱就回国买房 一下子领先了别人好几十年 我认为这就是福建沿海一带 之所以富有的主要原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大尼说 福建沿海的房子真的是太阳气了 还有哪个城市能超过福清的 如果有的话 欢迎告诉我们 也许下一期就是你的家乡